下面我们来关注一杯咖啡 它的名字叫星巴克 这段时间这个品牌的咖啡是备受关注 原因是一些顾客发现 它在中国的售价比在美国欧洲高出了很多 西方国家一杯普通的咖啡 在中国却成了咖啡中的奢侈品 同样一杯354毫升的拿铁咖啡 在美国的售价是3.26美元 折合人民币19.98元 在英国的售价是2磅5 约合人民币24.25元 这个价格相当于当地人均月收入的千分之一 在印度梦买 这杯咖啡的售价仅仅是14块6 显然同样一杯咖啡 在北京的售价是最贵的 对于高价格高利润率 星巴克用一份书面声明做出了解释 表示定价是基于对各种原料设备 员工薪酬福利等综合考虑 但是据业内人士介绍 一杯星巴克咖啡拿铁的物料成本 加起来不到5元人民币 而它在中国的人工成本也并不高 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准确的 因为还受到了租金 关税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至于星巴克回应的 在中国亚太区利润率高的主要原因 是直营店比例较小 业内人士也有不同的观点 事实上星巴克现在在中国 有1000家左右的店面 400家左右和台湾统一集团合作经营 各占50%股份 除此以外 中国境内的其他600家左右店面 全部都是直营 企业根据他自身的情况制定发展的规划 确定产品的价格 这一点倒是无可厚非 可问题是 不光是星巴克 很多汽车呀 香包啊 这些进口的产品都存在着 国内和国外价格差距太大的问题 我们随便来举几个例子 一件在中国卖上2000元的 哥伦比亚冲锋衣呢 在美国售价折合人民币 大概只需要六七百块钱 一件在中国卖上3万元的阿玛尼西装 在美国呢可能只需要六千到七千五百元 咱们再说说这个哈根达斯的冰淇淋 约80克装的一杯 在美国售价折合成人民币呢 是6元 可是在中国就算在超市里 零售价呢也达到了29.8元 这可是美国售价的四倍还要多 洋品牌在国内外价格9亿的情况 在进口车里呢就更常见了 比如说卡燕3.6 在美国的售价呢是30.21万 而在中国大陆大约要卖到88.6万 下面呢我们就具体来看看 汽车行业里的这种情况 记者在北京调查时发现 很多进口汽车销售火爆 甚至一车难求 比如说我要身在这场提借车的话 价多少钱 20 因为这个车可能从某一顶的角度来讲 可能就是去的是比较紧 这款车即便是不加价的情况下 在国内的销售价格是189万元 英国的出厂价不超过52万元 来到中国即便是按照最高税费计算 价格也应该是130万元人民币 但它的实际价格却是189万 几经周折记者拿到了路虎在中国销售利润的分成方式 以这款路虎车为例 中国总代理给SAS店的价格是177万 建议他们按照189.8万的价格销售 即便如此 除去SAS店的利润后 这个数字还是比记者计算出的销售价格多了46万 记者了解到 和大多数国外车戏一样 路虎在中国的总代理和厂家实际上是一家公司 也就是说 这款路虎车在中国市场高出的46万元 是由路虎公司直接加上的